新闻头条带您看到南韩MERS疫情今天出现第七例死亡病例 而且目前境内确诊人数已经来到95人 并且出现首例孕妇感染 南韩当局今天宣布将MERS应变等级升到最高级 世卫组织的专家医疗团队也已经抵达 将与南韩相关部门联合调查 南韩官方9号通报MERS最新疫情新增一名死亡病例 不过单日感染人数从前一天的23人降为8人 总计目前南韩国内确诊感染MERS的患者有95人 2892人被隔离 而官方证实出现了首例孕妇感染 这名孕妇因为曾和第14例患者同处在首尔三星医院的急诊室 恐怕因此染病 目前孕妇出现肌肉酸痛及轻微呼吸困难 还没出现发烧症状 但治疗上相对困难许多 南韩周二宣布将MERS防疫应变等级 从注意调升为最高级严重 超过2000所学校停课 至于上课的学生都必须戴口罩量体温 另外世卫组织的跨国医疗专家团也已经抵达南韩 与卫生部门开会了解疫情 南韩MERS的病例数量是沙烏地阿拉伯之外 全球第二多的国家 不过目前确诊的感染病例都发生在医疗机构内 世卫专家团周三周四将视察爆发感染的医院 了解疫情控管流程 预计13号公布考察结果 请讨论给他电视 国际新闻组编译